我们恰恰是家长五十多岁的智慧 要去左右一个二十多岁的青春 合理吗 都是算好的计划好的 衡量好的 天平撑得一分不差的 那叫爱情吗 其实在爱情上 没有一个人是为占便宜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情感的付出 和情感的回报来的 你说你大学的时候就没有房子 你大学的时候什么分配方式啊 什么 我说你大学毕业以后你没有房子 你挣了九十几块钱对不对 是这样 你说那个时候分配方式怎么样 你觉得现在的社会压力大了 现在的时代不同了 但是我也要说 老舅啊 每一个人我们面对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层面 不能偏开社会的团队 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是在谈社会吧 那你那是讲的 你就讲的 我这样跟你说舅舅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是想用你的智慧 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在关系 在干涉着孩子的婚姻 我不是干涉着他 我从这个平台 来这样提高他的婚姻 这个婚姻官邻的认识 我之所以这样讲 也是让孩子听到两方面的意见 给他一个正确的判断 如果我们都一编导 那叫欺负孩子 我们都按你的思路去讲 你的思路是不完全的 或者讲不完整的 你仅仅是代表了女方家长的思路 如果男方他爸爸来了 会怎么讲呢 舅舅 你想过没有啊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要给孩子一个中立的态度 我告诉孩子 爱情是什么 你告诉孩子 爱情是什么 最终孩子要在我们大家的讨论当中 找到一条 他觉得正确的 爱情道路 这就是复合天使的使命 刚才场上 大家都在热烈地进行着 对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我想这其中 就不得不牵扯到 那个重要的人 也就是我们婷婷 现在的男朋友 到底他是一个 什么样的男孩 他为什么在婷婷的心目当中 占据着这样不可替代的一个地位 我们继续来看 记者为我们做的外长看法 和婷婷 一起埋藏着四年地下恋情的正鹏飞 又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这是我的交通工具 唯一的交通工具 什么交通工具 我天天期待上班啊 它也是我生活的动力 两个轮子吗 这一块是哪一块 我们的宿舍 下班回来了 回来 走了 大家好 这是我的布 这是你的布 这宿舍一般大概 每个宿舍都有 多少个人 十几个人嘛 十三四个人吧 那都是住这儿吗 基本上都在 住这儿住多久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那吃饭怎么办呢 吃饭 偶尔有一个宿舍 要跟他 等会 好 好 来 到了 这间 这 这里 你是经常住这边的 还是经常住这边 经常在这边 经常在这边 这边要环境好点吧 在那个厂宿舍抢夺了 郑鹏飞告诉我们 有时候加班太晚 他会住在宿舍 但更多的时候 郑鹏飞更愿意待在他的小出租屋里 你为什么愿意见我们 因为我能希望我和平安母亲 父亲 在家里的宿舍 我感觉就是上次我们见面了 很不开心 我感觉他们家里 我感觉很过于不去 那上一次那顿饭 到底是怎么让你们都不愉快了呢 家里人唯一的一个观点 让我结束这段不对称的爱 那你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可能性 是有多大 百分之百 我非常自信 虽然他家里人不同意 我是什么 但我相信我的真心 一定会打敏一家人